好不过穿上超市衣很多人说用眼睛吃冰淇淋 不过若真的吃冰淇淋 夏天吃冰高雄的夜市也掀起了冰淇淋大战 来看我们的独家消息咯 有店家主打野生蜂巢混搭的冰淇淋 一口居然能够吃下整块的蜂巢 还有呢 坦白主打可爱的造型 推出了鬼脸双淇淋 表情超级生动活泼 还有呢 像是改良日式的可丽饼 做成的卷饼冰淇淋 拌入了新鲜的水果跟饼干屑 这造型跟口感都超级特别 用汤匙挖出一块野生蜂巢 上头还沾了满满蜂蜜 放在绵密的牛奶冰淇淋上 小小的蜂巢确实超有嚼劲 它的蜂巢 看你要很有嚼劲 也不会说太甜 野生蜂巢搭上绵密的冰品 口感超级搭 因为蜂巢有限 每天限量只有70只 每天大概限量70只 那大概每天平均销售都有50只 奶香面糊塑形成长条状 看起来好像牛舌饼 其实这是冰淇淋卷饼的外皮 煎好后放上大理石板分块 里头的冰淇淋才是重头戏 天外飞来一笔就想到了 不然是可丽饼的感觉 两球巧克力冰淇淋混合新鲜的香蕉 把饼皮卷成漏斗状 不管是塞满巧克力香蕉冰 或是做成薄荷巧克力冰干屑的口味 都很搭 卷好后插上水果片 创意的日式卷饼冰 光是用看的就好吸引人 外面是热然后里面是冷 就有一种蛮独特的感觉 因为我觉得它造型蛮特殊 蛮可爱的 为什么吃肉 还是要吃 因为钱都花下去 没看错 双麒麟上长了好几张 可爱的小鬼脸 用造型吸引客人 巧克力的双麒麟完美齐全半 店家得赶在融化前 做出可爱的表情 让人舍不得一口吃下 这些创意的冰品 现在在高雄的夜市 统统买得到 夏天来了 夜市抢供冰品的商机 战场打得火热 夏天公民黄佩如 高学报道